很久没有在台湾出现的高乙香 最近帅气现身了出席音响品牌的记者会 她表示最近工作很忙 并不像外界传言的一样 即将和圈外女友Bella订婚 另外新片即将上映了 她直接表示非常期待 喜欢高乙香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她的作品 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账号 近年来多在中国发展的高乙香 日前回台湾出席蓝牙音响新品发表会 活动现场还邀请到了女高音蒋启珍 以及教练乐团吉他手小花 演艺品牌原音重现的精神 自己也有在玩乐团的高乙香 这次参加音响发表会 也让她回想起了 小时候和家人一起演奏的时光 我们到加拿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家庭是算一个小型的乐团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我爸喜欢唱歌 我哥喜欢阿谷跟他吉他 那我也是跟他一起学习 然后自己也有吹沙克风之类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小乐团 拥有时尚界F4之称的高乙香 出道以来凭着连四年登世界百帅的俊俏外表 成为国际精品的时尚宠儿 这次连美国专业乐器大厂都找上门 可见他的国际知名度 高乙香也透露之前与王力宏合作的芯片即将上映 许多大科也都有参与演出 高乙香兴奋地表示自己很期待 这是他的第二部古装剧 更因此与王力宏成为好朋友 而关于近期爆出将与村外女友Bella订婚的传闻 高乙香则直接否认 表示自己目前都以工作为重 还有很多梦想想在结婚前完成 达成目标后才会准备迈入下一个阶段 就请粉丝们静后加音咯